attended the seminar hel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o-sponsored with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riental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of France the event gathered scholars from both countries to discuss the exchanges of the two splendid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交流互鉴不是一句口号 交流互鉴是为了能够相互理解 相互理解是要有前提的 相互理解就是要能够克服偏见 偏见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固有的对于他者的认识 那么怎么克服这种偏见 其实是需要我们有一种道德态度的 就是把别人当成他者来尊重的 其实中法之间应该说偏见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那这次习主席对法国的国事访问 从上到下都非常的重视 那您作为一个学者 哲学领域的这个研究者 您期待着这次国事访问 能给双边关系带来哪些 注入哪些新的动能 这次就是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里面 总书记能够到法国来 我觉得今天是中法建交60周年 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对于整个 我讲的这样一个国际气氛的营造 我觉得特别的 这个有非常极大的作用 而且我们想这个法国跟中国之间的互动也是其实是非常重要 也是非常关键的 其实我们想这样一个互动 其实我们也是特别的期待 你法国作为欧洲的领袖 他能够对欧洲的自主性 我们特别期待你通过法国来实现欧洲的这样的一个文明的自主 价值的自主 政治的自主 所以马克龙总统一直在说的战略自主 您觉得其实还可以细分成很多很多方面 对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些这个自主性的前提 基础更好的 更夯实起来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人类民运共同体 我们讲的这个人类文明新形态 其实就是由各种自主的文明构成的一个新文明 所以我们期待的是各种文明都能够成为具有自身的文化主体性 我们现在谈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中华文化主体性 我们也期待着欧洲文化能够深刻地发挥它的文化主体性